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南树与坦东玩猜拳 南树这方面的实力是挺强的 让坦东非常生气 就算坦东赢了,拳头也打不到南树 他的拳头威力虽然强 但反应速度会下降 南树问坦东没有在天上飞过吗? 坦东一直都在这个监狱里和与彤一起战斗 他们没打算去西级的天空 与彤和鹅的战斗开始 他们的比赛连电视囊都看呆了 那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这就是王之间的战斗 突然鹅被抓住 他想起在梦中与雅基人奔跑 随后雅基人断双腿 从此之后他的身体就无法动弹 鹅怕他的存在会吞噬掉雅基人 他打算在这战斗中消失 此时的鹅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力 突然地上破出个大洞 南树还不忘对鹅说叫 整个监狱被拒锤的攻击给打破 之前雅基人就拜托南树一定要帮鹅 因为被称之牙之王的是雅基人 他从小就接受哥哥每天的严格训练 当他被哥哥囚禁的时候就无法再跑 所以鹅就代替了雅基人 南树打断了鹅的回忆 他打算在这个单人战斗中来个团体战斗 因为他觉得板树很弱 想早点落子 火南也觉得南树我行我素 对零剑战特罗派昂完全不屑 但那才是破坏一切的暴风族 气得板树直接使用大招 但那攻击被宇童给拦下 他让板树先冷静下来 宇童已从西母口中听过南树 他们握手示好 宇童直接把南树抬了起来 再把他连续摔到地上 但南树早已换了替身 让宇童出丑 气得板树直接攻击 南树用额头就接下那强大的拳头 两年前西母早与宇童相遇 西母委托宇童狩猎 想要飞上西级别的暴风族 南树与二的配合开始生效 因为宇童不上场对付空中的敌人 他一次又一次的上了南树的当 这时板树把宇童给骤飞 因为宇童背负着贝斯摩斯 要他快点振作起来 此时的宇童在飞轮装上刀刃 那是将一切全部撕裂的破坏猪王的化身 一个攻击就造成大范围的伤害 这就是牙之玉席的力量 南树打算抢走那帅气的飞轮 牙之玉席在回收这着地的惯性能量 并在发射出的系统 所以宇童为了这玉席放弃了飞上天 南树他们已经被困在野兽的牢笼 牙是靠助跑制造摩擦力 也就是说跑得越久 所制造出来的威力就越强 只要他们阻挡宇童就可以阻止牙 但是他们一接近就被拒锤骤飞 宇童越是强大 就失去了战斗的喜悦和唯一的朋友 18个月前宇童还是个警察 他跟二和海人执行任务 在任务中他打击了少女的哥哥 原来今天是少女的生日 他不能走路 所以打算送他一只能够飞上天的鸟 然而他得知哥哥用飞轮做坏事 所以原谅了宇童 从此之后他们开始两人世界 随后连提出于二战斗 那是赌上玉席的A级战 宇童被他给迷惑了 连的哥哥就是偷零件在黑市贩卖 现在哥哥被抓 所以由他来取得牙之玉席 宇童也觉得他不再飞走 留下与连在这个监狱一起生活 回到来现场 宇童因为使用牙 导致腿的肌肉在坏死 他只剩下最后一次攻击的机会 男素开始使用必杀技 结果打空 造成自己在原地疯狂旋转 形成龙卷风 反动也使出全力 双方激烈互殴 二趁机攻击 宇童竟然发射出两发牙的攻击 此时二借助牙机轮的能力 不靠预袭也使出牙的攻击 但宇童的攻击更胜一筹 二连躲避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打算放弃的时候 风突然就吹起来 男素抓住二 脚踩着牙飞向宇童 两人直接把宇童给干掉了 梨花看得出男素在猜拳上 故意让板东打到自己的训练一 这时宇童站了起来 直接攻击二 他抓着男素说 他还不适合太早成为王 随后他就站着失去了意识 所以小屋王取得胜利 这时警察也跑进来抓人 海伦出现在宇童和二的面前 一见面就打二 最后在他拿枪指住连 连说宇童是为了保护他们 才来到这个监狱 直接男用电力把警察的枪 全部吸到地面去 此时的宇童牺牲自己 换取全队伍的安全 原来二是为了把宇童给整住出来 才拜托警察的 二在医院疗养的时候 被一个女人给弄晕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